一人独占七条热搜 全红蝉临危寿命夺中国队第一百斤 郭晶晶为他鼓掌 昨天晚上八点半混合全能的比赛 本来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是张家琪和白玉明 不过张家琪可能因为身体不适被换下 换成了全红蝉 所以全红蝉真的是临危寿命 因为他此前一直训练的都是十米台的比赛 而这一次 混合全能他要参加两个三米版的比赛 对于他来说一直没有训练过 确实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在昨天晚上的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全红蝉在三米版上依然是非常自信 第一个动作就选择了难度系数2.7的405C 当时所有选手选择难度系数都是1.8 1.9 2.0 从这点可以看出全红蝉的实力与自信 在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全红蝉参加广东青少年锦标赛 在三米版上也是获得过冠军 并且实力超强的 所以 这一次他的第一跳就拿到了63.45分 远远拉开了其他的选手 其他选手得分都是30分到40分 最终 全红蝉和白玉明得分是382分 获得了混合全能的冠军 这也是我们中国队在世锦赛上获得的第一百金 意义非凡 这次的冠军也是全红蝉在世锦赛上获得的首金 在此前的女子10米跳台的决赛当中 她以0.3只差输给了陈玉希 确实非常可惜 但是这一次她却获得了冠军 而且 赛后她有关于她的表现占据了7条微薄的热搜 也可以看出全红蝉人气到底有多高 其中 第二跳女子10米跳台的6243D动作 全红蝉拿到了88分 是全场的最高分 第三跳三米板的5231D 难度细数是2.0 全红蝉拿到了4.07 第三跳全红蝉一人就拿了198.45分 接近200分 如此恐怖的数据再次展现出了全红蝉的天赋 虽然跳板很久没练了 但全红蝉一上去就可以统治性的表演 这也是国人喜欢她的原因 确实 全红蝉的天赋太出色了 而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郭晶晶也是来到了现场为全红蝉不断的去鼓掌 认可她的表现 她的心态也是非常放松 我们看到全红蝉跳下来以后 是非常开心和记者去打招呼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全红蝉的心态非常好 而且 她非常享受这种比赛 我们也是期待全红蝉在接下来和陈玉希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当中继续夺冠 姐姐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